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我看很多人留言 想谈一下菲律宾的这支部队 到底什么背景 我也了解了一些 咱们再分享一些 他的师父是谁 这支菲律宾部队师父是谁 他和台军的特种部队师父是一个人 美军海豹推队 没听错 他俩是一个师父 所以你可以想想 这菲律宾怂了 菲律宾在这儿了 你说台军 一个师父教的 你说这什么本事 这本事其实也就那样了 作为美国在亚太方向的盟友之一 菲律宾的武装部队 特种部队建设 其实整个过程中就是美军 他是大力的协助指导 就跟那个台军一样 美国特战的这种协助指导 其实每年基本都会有特战分队去 台军 这什么金门 有特战部队去 是一个道理 但是你说交出徒弟 这个基本样子 台军也好不了 对菲律宾特种部队培训 其实对台湾也一样 他这就一个师父教的 这挺有意思 所以说 菲律宾的武装部队 这个特种部队很大程度上 其实就我们效仿美军编制 甚至武器装备体系 包括战术战法 全都是一样 我们现在能看到 美军也就是极边 东北化极边 真是贬低你 我可没抬你美军 贬低你 就是个极边 这有一些美军的分队战术人员 可以给菲律宾战术分队 进行 咱们有可能编组 有混编 可能有些战术分队 他们呼号 就是无限的呼号 都是按美军 与美军完全一致的 这可能就是方便 他们和美军的战术体系 包括他们的树域链联动 菲律宾的武装部队 现在我查到的有一些 就这么极致 首先陆军特朗部队 下辖是第一侦察游骑兵团 你听这名 游骑兵 这不就是美军的吗 包括特种空降团 绿色背雷帽 你听什么美军的 清醒反应团三角洲 你听什么 这是菲律宾的 三角洲 菲律宾也有三角洲 咱们可以理解成 就是王纳 很多人不理解 就是俄乌战争王纳 谁就是赤猴 他把俄军贬低 贬得很低 但是你说你也不咋地 空军特种部队 是下辖第701特种作战连队 这个信息很少 第701 你记住编号 记住他这个番号 海军特种部队 内设是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 下辖是海军陆战队 特种作战大队 海军特种作战大队 就俩 这次出事叫海军陆战队 特种作战大队 还有一个军警 军警是下辖国家警察 特别行动队 这是警察部队 这次倒霉的 连手指都丢了 这是海军特种部队 这是手指一事 手指一事 美军美国媒体现在准备要宣战 一会儿再谈 是否要替徒弟报仇 从信息披露有限的外媒来推测 这个人大概率就是 菲律宾特种大队的一个骨干成员 所以海军乱队的大队 在菲律宾武装部队里边 是精锐中的精锐 一般是执行极难险重任务的 这支部队的总员额大约就500人 他是随时待命 这500人是随时待命 而且他们给的命名就叫海豹队 没听错 就美军那个海豹 菲律宾又一支 小海豹 有11个突击小队 不知道美军海豹突击的有几个小队 你可以在里面留言 但是菲律宾现在咱们查到 就11个海豹 另外 菲律宾海军特种作战大队当中 他现在有11个突击队 这次人也叫做6艘 6艘 一个艇也有8人 一个艇4人 一个艇4人 咱们干了两艘艇 福罗8人 那也说什么呢 也说他应该派了11个部队里边的一半出来 我猜是一半 而且还存在一支反恐 反暴乱作战任务顶级战力的 那就是受菲律宾特种作战司令部管辖的 隶属于非情报连队的特种反应大队 这支部队主要是执行海外特种作战的 那至于这次是跟他没关系 那至于说这个手跟手指的这个属于 咱们不能确定是不是属于这种海外作战的 因为他会不会混编呢 咱也不能确定 会不会是顶级战力 对吧 大概也是存在可能的 咱不能说这里边就全是海军战队 不管怎么说 把他顶级派出来了 也就那个机变 台湾还不如这个菲律宾的 菲律宾是在国内打反恐 他有实战的 你台湾有什么实战 别看这个菲律宾各支特种队名字 挺那么唬人 又三角洲又游骑兵的 海豹的 什么都不缺名 反正这个战力实际 谁都打个影 11年 11年在绵来老岛 确实有一次剿尾 当时菲律宾海域乱队的特种队 作战部队是19人阵亡 13人受伤 1人失踪 击毙7名反正部装 游击队 人员伤亡比是5比1 他的精锐居然跟土匪5比1 15年同样是棉兰老 巴西兰 那次是巴西兰 据说有新上阵的国家警察特种队 是49人阵亡 兼了5名 游击队 这个快10比1了 反正就这个状态 你说精锐吗 也就是这样 这么牛逼的战绩 是吧 拿出来跟全世界 咱们说耀扬威 实际是丢人现眼 难怪外界也调侃 非军特种部队 其实 真正的我觉得 这真的游击队 非军游击队可能才是 非军的最强者力 是吧 而且非军的武装部队力量 从各种方面是 是从 失从美军的 美军现在 也就是个机遍 他也就学到一些皮毛 什么编制 名啊 学一些皮毛 实际就胡家虎为 小海豹来了 海豹来了 大家一看 小海豹 是吧 非军特种部队 很可能就是 这个巨大漏洞 存在 因为什么 因为这种东西是 实际是最后的一张牌了 用它干的都是一些 极难显重 你说这个东西都拉垮 你说这个国家 能指上谁 甚至连可能中国海警 都能让它 轻易缴械 你可以想想它这个水平 更有趣了 中国海警的 现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战绩 第一仗 我觉得这个名流轻势 第一仗是 把这个菲律宾 最牛逼的 这个海豹推队给干了 我觉得这个 中国海警 什么得记上一笔 还有这个菲律宾 现在补给 没进去 这个让我联想到什么 联想到这个 就是咱们现在是唯 然后呢 不让你补给 对吧 然后呢 军事补给 像不像现在台湾 就是咱们 咱们现在对付台湾 不也是围困吗 然后呢 美军和日军 包括菲律宾 未来是要冲破 冲破中国的封走线 给台湾补给 是吧 那我们是不是在 人海角已经提前的 就演练了我们的封锁 台岛 然后是围困 然后呢 封锁 这个战术 而美军和菲律宾呢 实际是在演练 怎么突破 军事突破中国的封锁 是吧 等于是我们已经提前开干了 就是说未来的真正的统一 支战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前开始准备了 就是提前开打了 大家可以注意是不是这个逻辑 而且现在这菲律宾特种兵的手指 这个人已经回到菲律宾 正在包扎 他是自己放出了照片 手指被切断了 应该是自己切断了 一般中国船怎么挤 他不可能连肉一起断 肉是连着筋的 只能是他自己拿刀割的 应该就是他自己断了 自己给切了 他自己把自己去包扎的视频 照片拍出来 因为太血腥 我就不给他放了 我也太血腥 不敢去确认哪只手指 你有人看的 你给我底下留言 告诉我们大家 我也不敢看 太恶心了 另外美军 美国媒体现在热闹 美国媒体要求美军赶紧下场 美军下场 说今日菲律宾就是明日的台湾 有人说中国 如果中国要是防军事补给 中国怎么补给 其实简单 你想没想到中国怎么 如果被别人围困 我们的部队假如在南海被围困 我们怎么去补给 我们用无人机 你想过没有 菲律宾和美军到现在没有用无人机去补给 而中国其实连深圳都快递用无人机送了 他已经搂到一定程度了 他在菲律宾在南海就没有数据链 或者说没有WiFi 他没有这种能力控制无人机去补给 而中国是 现在咱们一线士兵是吃热饭 是无人机送餐 吃热饭 你说这两个时代的人了 就菲律宾还在这 拿他们个特种部队在那 要扬威拿个刀 在那 Lumber那是吧 去你吗 什么年代了 台湾人也应早点清醒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 你看看这个时代差 就像当年这个 曾格林浸 骑兵对英军机枪一样 两个时代了 我觉得真的是 我再单独谈一下 看看美国媒体是怎么叫嚣的 好 好